古丹国小老旧校舍整建工程动土典礼 屏东县长周春敏与来宾一同上乡 助导老旧校舍拆除重建工程顺利圆满 一拜天太地太三阳开太 再拜仍和世和万事皆和 古丹国小专科教室重建工程 平县府规划设计融合原住民建筑特色 建构健康友善绿色环保概念 及实用功能的教学场域 习办以符合师生教育需求的崭新建筑 让全校师生获得更安全舒适 友善的学习环境 今天巴古真的很开心很感谢 来到这个美丽的学校美丽的这个家园 在这么美丽的地方真的不帅不美都不行 所以我们小朋友 我们要感谢所有的大哥大姐 然后我们要好好的学习 然后我们再一起回来 把这个美丽的校园 美丽的家园弄得更漂亮 弄得更美丽 一起来帮这个牡丹国小的校园整建 启动 祝福所有的工程顺利圆满 位于平199线上的牡丹国小 学区包含了牡丹 东园 旭海 三个部落 目前学校有国小部67位 幼儿园20位 原先专科教室建筑设备老旧 安全问题有疑虑 平县服役 补助老旧校舍重建工程 新建幼儿园教室两间 普通教室六间 行政办公室等共计11间教室 我们的教室的空间是不足的 因为以六班的学校 我们的教室空间要达到22间教室才过 尤其我们很委屈我们的小朋友 尤其幼儿园的小朋友 二十几个小朋友将近三十个 挤在一个小小的一间教室空间 我们这个校舍可以重建 说实在我们要感谢非常的多 包括从中央到地方 平县服与校方期许工程顺利圆满 如其完工提升牡丹国小教育品质 让孩子们获得足够的教学空间 落实均衡资源发展 为牡丹国小师生提供安全 健康友善永续的校园环境 记者施新廷阳正义采访报导